养A-Team肯超级力!机球蛋白超标700倍现送命! A-Team举办签唱会!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8万0303! 男团A-Team由英成熙、龚延修、高姓及李宇平等4人所组成,首场签唱会金! 3.日在台北举行!现场除了吸引许多热情粉丝到唱支持外,还请来超人气RLTutor这些人及小玉、孝孝等人前来站台力挺! 团员们开玩笑表示,这些站台的好友加起来的粉丝数,应该有500万吧!该不会现场的粉丝其实都是来看你们的! 最强网红这群人也在百忙中抽空帮忙站台,讲到这群人与A-Team的渊源,英成熙提到,当时大家都是同一间经纪公司,我是里面年纪最小的,所以他们都把我当弟弟看,记得那时候刚入行就先拍了八级少年。 戏分不是太多,等戏的时间又长,所以我就每天在剧组跟他们苦中作乐,培养出了革命情感。 而公联休泽子爆出道前的最大梦想是加入这群人,因此趁机向他们喊话,希望你们以后可以找我拍片啦! 红这群人为男团A-Team签唱会站台。 图记者陈铭安设 201180303 谈到这次发片的过程 A.T.团员百感交集 团员英成熙在发片的同时 也正在拍摄三位偶像剧 一足复回的恋人 饰演一位自行车选手 每天除了高强度的自行车专业训练外 还同时要恋舞 导致恒文姬溶解 连夜送急诊住院 把成熙当弟弟看得展容不舍得说 那时候经纪人带成熙去医院检查时机球蛋白指数高达14万 是一般正常人的七百倍 医生说只要晚一点就可能导致器官衰竭送命 他一出院就又去练习 我们都很不忍心 希望他们这次出片 大家能够认真看到他们的努力 A-Team团员英成熙因为狂练自行车专业训练 以及发片练武 让他的恋文姬溶解 连夜送急诊住院 图记者陈明安设 200118万0303 下期见 中文... 优优独播剧场не Plant equal